今天呢我哥913还有我嫂子呢他们回东北的老家了 那什么原因呢 是因为呀我哥的那个前车呀排量太小了 拉着拖挂呢是比较吃力的 所以呀他们打算回老家把这个车给卖掉 然后换一台车 我呢还得继续带着我其他的小团队的成员一起出发 所以呢我们还会继续往前走 那我接下来的任务呢就是把我团队的其他成员呢 带到西床版纳之后呢他们可能就要进葬了 那为什么这次我不进葬啊 也是因为我身体的个人原因 因为连续两年了都进葬了 所以今天是不打算再去了 最主要也是我身体的原因嘛 然后正好嘛 无疑呢我男朋友也放假了 他呢也可以过来陪我几天 那我们这一次的旅行呢 预计是在7月份结束 我们呢是打算在东北的老家呀 然后会合 然后继续接下来的旅行 也是由自己的身体原因呢 实在是去不了西藏 要不然呢这次呢我还真的想陪他们去一次 因为他们毕竟是第一次做自媒体嘛 说实话呀我哥一走啊 完了 我又回到以前的生活了 没有好吃的了 不过呀我还是要坚持下来 把他们呢护送到西床版纳 那我的任务呢就已经完成了 等我们团队再相聚的时候啊 我们可能啊就相聚在内蒙古大草原了 都帮啊 我们不要再睡了 车里啊现在已经没有水了 我们要去住酒店了 这里啊 看我房车的电呢还是挺够用的 还有50% 这个水箱啊已经到底了 我洗脸的水现在都已经没有了 正好啊房车的汇水箱也已经满了 我呢把它给放出来擦的车不要浪费 因为这个汇水箱啊平时呢呃 只是我洗脸用的 所以啊还是挺干净的 拿它来擦这擦车干净干净 豆包 豆包这傻处 豆包 豆包你这是傻处你干嘛呢 给我擦车呢 再把它再放一点 哎呀好嘞 等刷完车呀 我就带着豆包啊去住宾馆了 哎呀 刷的干干净净的 现在呀我们已经找好酒店了 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天住的酒店 看这大卫生间多大 晚上可以在这里好好的洗个澡了 啊外面呢就是卧室 我订的是又是标尖 因为标尖的话可能比大厨房要便宜一些 啊 嗯环境还是挺不错的吧 今天呢我跟豆包就在这里了 老板说呀 看我家豆包太可爱了 所以呢让我把它给带进来了 因为它自己在车里啊也是挺不安全的 嗯但是呢 呃不要让它上床也不要乱咬 嗯然后环境呢也要保持好就可以了 今天呢我就打算哪也不去了 就在宾馆呆着了 嗯刚才呀点了一份水果捞 一会呢还有一份麻辣烫 今天呢我就打算在在这个房间里啊 然后再享受一下 现在呀我就洗漱一下 今天呢我也正好也早点休息一下 好吧 今天的视频先跟大家分享到这 我们下个视频见拜拜